腾不腾的 不腾的 本火 哎呀 五火 你干什么你 火 黄飞红想我啊 找了找了 只见黄飞红踢开眼前的桌子 一脚扑面男人腿上的火 紧接着将手伸进火棚 用火手在男人身上来回摩擦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片刻就治好男人的内伤 就在这时 黄飞红突然扇出一个巴掌 随即抓起男人的胳膊就是一顿暴露 几招过后 黄飞红淡定坐下 你用几只手打我 此时男人抬起脱臼的胳膊 笔划出数字2 他这才反应过来 原本脱臼的胳膊现在已经能行动自立 这让他敬佩起黄飞红的衣术 于是拱手作一 静止离开 一旁的梁宽看到男人还没有覆诊经 刚想上前阻拦 却被黄飞红叫主 因为当务之急 是要准备第二天的武士表演 到了第二天 正直和南会馆举办落成典礼 请来黄飞红师徒武士踩青柱行 所踩之青银叫金银如意青 需要掀过前面的金银桥 才能踩桥头的如意吉祥青 这对武士人妖力和马步的要求很高 于是黄飞红让梁宽和鬼角七上前武士踩青 自己在一旁敲鼓助阵 只见梁宽二人一跃跳上金银桥 鬼角七先是趴在两个长凳之间 梁宽顺势走过第一个关卡 为了能有精彩的表演 梁宽第二关采用不同的方式过桥 他先用脚将长凳勾回 接着只用一个凳腿做支撑转动长凳 这让台下的黄飞红看得胆战心惊 好在梁宽顺利通过 到了第三关 梁宽本想表演高空飞跃 却没想凳腿一会儿 眼看梁宽就要掉下桥 好在关键时刻被鬼角七扶起 鬼角七重新搭好金银桥 二人这才顺利来到最后一关 因为下面没有长凳支撑 想要顺利采青并非一件意识 此时一旁的黄飞红提醒二人使用子母棍 我不欺然 多了子母棍做支撑 梁宽终于成功采青 而就在此时 狮吼唐突然扔出一个绣裙 打掉了梁宽湿嘴里的青 随后谭庆穿着黄色狮子上前抢青 双方对打起来 却没想到 谭庆竟然在脚上藏了铁掌 一下就划坏了梁宽的衣服 黄飞红见状连忙戴上七星铁盘 上前接下尸头 七星铁环刚好能克制铁掌 这让谭庆一时败于下坡 被打得连连后退 黄飞红则顺势抓住他的尸甲 轻松将铁掌取下 谭庆见状又吹出火焰 想要烧了对方的尸头 好在黄飞红轻松躲过 看见谭庆想要对自己下狠手 黄飞红顺势踢出一个锦弹 导致火焰漫出 烧毁了谭庆的尸头 此时的谭庆也只能狼狈离开 众人见到黄飞红获胜 都纷纷上前祝贺 洗衣房的小胆却不身一人坐在旁边 梁宽见此情景 上前询问情况 得知小胆是因为 收不到洗衣服的账才愁眉苦脸 于是梁宽决定陪他一同去收账 二人先来到胜利园戏班 小胆摇着脖子上的银铃 四处寻找欠账的大只果 此时一旁路过一个男人 他听见铃铛的响声 顿时响起前不久 妻子被六大捕头杀害的画面 妻子一路逃到广东 而妻子不慎死在了捕头的刀下 自己则藏身于这戏院之中 此时受到刺激的白鹅虎 以为小胆就是杀掉妻子的捕快 于是想要上前出手 正巧这时有两人抬着屏风经过 小胆这才躲过一劫 继续往戏院里面寻找 终于看到了大只果的深夜 小胆故意将其激怒 引到后台 梁宽早已再次等候 尽管大只果看起来身强体壮 却也不是梁宽的对手 只用了几招 梁宽就把大只果王打得心服口唬 小胆终于收到第一笔账 于是他高兴地想回家跟姐姐炫耀 却不料此时白鹅虎顶着一张花脸出现 二话不说 就对小胆拳脚相向 小胆见状拼命逃跑 白鹅虎穷追不舍 二人追逐到一处山林 在打斗过程中 白鹅虎被碎镜片黄到眼睛 小胆这才成功逃脱 事后 小胆整日担心自己会再遇到白鹅虎 于是他找到梁宽 想让他引荐自己拜黄飞鸿为师 见到如此胆小的小胆 黄飞鸿拒绝收他做徒弟 正当小胆以为自己拜师无望之时 面前的两个小孩摇动高盗 眼看上面的热水壶就要掉落砸中小孩 小胆立即上前接住水壶 避免了意外发生 却把自己的手烫得通口 黄飞鸿见此情景 觉得小胆是一个可造之才 于是同意收他为徒 这时 一个恶霸出现 因为他看上了在茶馆里买东西的女孩 于是提着鸟笼上前调戏 小丫头 你放走了我的相思鸟 我让你做我的小银 黄飞鸿见状反手扔出一根筷子 打落了恶霸胸口上的浴宝 恶霸抬头一看 认出了黄飞鸿 于是吓得连忙离开 这样一旁的女孩误以为 站在前面的小胆就是黄飞鸿 在临走之时 女孩的钱包不慎掉落 梁宽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连忙拉着小胆追上女孩 还怂恿他和女孩约会 为了体面一些 梁宽还找出黄飞鸿的衣服给小胆穿上 到了约会当晚 由于小胆和女孩都过于羞涩 场面一度尴尬 梁宽健壮 假扮成大花脸白鹅虎出来助攻二人 配合演了一出英雄救命 却不料此时真正的白鹅虎出现 小胆明显招架不住 只能带着女孩连忙逃跑 隔天 小胆正在自家院里洗衣服 洗了半天发现没洗干净 于是放在搓衣板上一顿拢搓 可因为用力过猛 搓衣板断成了两半 就在此时 梁宽来找小胆 提出要带他去轻楼练胆 不料正巧遇到在此处消遣的总捕头包腾春 双方因为一个女人起了争执 黄飞鸿你听说个名 另有错文 他就是 梁宽布置对方底细 拉着小胆将对方碰到一顿 直到包腾春掏出一个印章 两人这才知道他的身份 事后包腾春来到保之林 小胆二人见状正要溜走 包腾春发现后立马叫手下上前捉拿二人 小胆情急之下使出自己平时洗衣服的招式 黄飞鸿定睛一看 发现这正是失传已久的詹衣琴拿 于是他让包腾春看在自己的面子上放小胆二人一马 并提出当晚在复兴楼摆酒赔罪 包腾春听后也不再为难 带着手下离开了保之林 包腾春走后 黄飞鸿大怒 觉得小胆已经学会詹衣琴拿 没有必要再拜自己为师 于是决定不再收小胆为主 但小胆不想就此做吧 他找到梁宽 想让他给自己出个主意 梁宽想了半天 想出了一招苦肉计 随即就把小胆胖揍一顿 梁宽扶着受伤的小胆来到黄飞鸿面前 可精通医术的黄飞鸿一眼就看出端倪 你的心是让人家给打歪了 我一定要把你所有的胸骨敲碎 再用刀破开胸骨 这时旁边的包腾春顺势掏出一把短刀 小胆见此情景 吓得连忙离开 却正巧在街上撞到白鹅虎杀害了两个捕头 小胆立马将此事告诉梁宽 得知情况的梁宽来到戏院调查大花脸 他找到赵老板 可因为赵老板着急上台演出 便彼此约定晚上再说此事 谁知这话竟被一旁的白鹅虎听到 他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 于是找到施口堂的谭庆寻求帮助 谭庆一心想要除掉黄飞鸿 便提出可以相互合作 只要白鹅虎除掉黄飞鸿 谭庆就帮他离开广东 安然度过后半生 到了晚上 梁宽应约来到戏院 不料戏台上面突然有个男人倒掉下来 梁宽定睛一看 此人竟是约自己的赵老板 就在这时 白鹅虎突然现身 使出刘云飞秀与梁宽交手 逐渐癫狂的白鹅虎招招狠下死手 梁宽难以招架 最终惨死在白鹅虎的群下 不久 一床草息被扔到黄飞鸿的寿宴上 黄飞鸿打开一看 正是自己徒弟的尸身 小胆见此情景也不再胆小 当即来到戏院找白鹅虎报仇 只见大厅内一个男人挥舞着大刀 小胆以为他就是白鹅虎 于是鼓起勇气上前拳打脚踢 却不料此人竟是包藤春 小胆正想要救他下来 却不知包藤春脚下藏有机关 一旁的黄飞鸿及时发现 飞身替小胆挡住暗器 却不慎被刺中大腿 见到黄飞鸿受伤 白鹅虎一跃而出 当即便向黄飞鸿出手 受伤的黄飞鸿无力招架 此时小胆勇敢上前 一脚踢飞白鹅虎 白鹅虎见状使出流云飞袖 但他没想到的是 小胆的占衣秦拿 刚好能克制自己的流云飞袖 只见小胆抓住长袖打了个紧 顺势扯下一段 他拿着衣袖使出搓衣招式 缠着白鹅虎的手臂一阵猛搓 顿时让对方踢开肉绽 紧接着小腿 胸膛都搓得通红 恼羞成怒的白鹅虎一脚踢开小胆 看到自己的长袖 此时已不占优势 白鹅虎干脆把另一只衣袖也扯下 赤手空拳对战小胆 哪只小胆越打越顺手 使出占衣擎拿扯光白鹅虎的上衣 然后等对方靠近之时 按下照相机的快门 白鹅虎的眼睛瞬间被晃晕 小胆趁机出手 扯住白鹅虎的头发 就这样了 小胆一手扯住头发 一手猛搓胸膛 将失去好兄弟的伤痛 释放在白鹅虎身上 直到黄飞鸿叫住自己 小胆才发现白鹅虎已经没了气息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经典电影 我们下期见